日本自衛隊傳出要在宇納國島設監視站 監聽兩岸軍情 外交部長楊靜天今天在立法院重申 我國在周遭的海域的主權 但是他卻把釣魚台說成了中國慣用的釣魚島 引發立委不滿 認為楊靜天失言 不過藍營立委緩夾還反諷說 李登輝曾經說過釣魚台是日本的 民進黨怎麼沒有人出面指責呢 楊靜天一踏進外交委員會 趙偉承鄞立刻上前要和他算一算 上次質詢缺席的舊長 我要請假我留話 沒有 你沒有講 你跟機器講話不行的啦 Selford不會自己自動幫你准假的 我也沒有聽你 你看了你 楊靜天尷尬解釋 強調自己有按規定請假 但不曉得是不是太緊張了 上台回應日本打算在宇納國島 設置監視站收集兩岸軍情 部長想重申主權卻發聲厚誤 我們已經把我們的立場講得很清楚 釣魚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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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島是我們的固有領土 我們要提出嚴正的抗議 這樣他不要在這個地區了 製造更多的這個紛擾 你剛剛用了三次釣魚島 現在中央社都用簡體字在寫 那難道外交部 現在也都統一用中國的稱呼了嗎 我們現在被同意了嗎 你這樣講我要請這個我的同事 幫我證明一下 是不是我這樣釣魚島 這個是非常嚴重 外交官尤其是當部長的失誤 你要為這個稱呼 你要道歉 畫面會說話 楊靜天有沒有口誤 很清楚就怕部長 被逮到小辮子挨打 國民黨令委跳出來消毒 蔡英文講說政治人物 有時候都不免都會說錯話 我覺得這沒有非常的嚴重 你如果是公然講 釣魚台就是日本人的 我沒有聽到哪個位 我很尊敬的民進黨的立委 出來講說 你都問你說錯話了 你部長至少沒有講說 釣魚台是日本人的 釣魚台爭議還沒落幕 倒是為了釣魚台的名稱 立委和官員們吵成一團 民視新聞陳水龍世成 台北報導